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花 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唯一的一朵 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小小朵的小花 跟天上的星星一样 繁星点点或繁花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花 太多的花花草草 跟天上的星星一样 繁星点点 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 像树上的小灯 那这个亮起那个暗下就是这种味道 了解吗 生命像一朵朵的小花 世纪又不是有不同的花吗 那冬天是梅花 那春天是春天什么花 杜鹃是什么花 丹丹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窄散破山 所以春天的花是杜鹃花 金玉成这个作者 他句子写的多漂亮 他说繁花像星星点点 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 你就想想看我们每个人 都是那一朵朵小花里面的其中一朵 那这些小花呢 很像树上闪烁的小灯 这个亮起那个暗下 什么意思 一个是季节的交替 对不对 这个亮起那个暗下 一种是季节的交替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什么 一种就是生死啊 生命就不见啊 有没有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像一朵朵小花 春天的花 杜鹃花晚了到冬天 不会有杜鹃花 不过世纪不分明就很难说 就是说 此起彼落 每一个人精彩过不同的季节 每一朵小花 它会有属于它的季节 跟精彩不同的季节 那你看民歌时代 我从山中来带着蓝花草 有没有 就是那个蓝花草 各种各种不同 那你是野玫瑰 还是 你是带刺的野玫瑰 还是很温和的 自由的野江花 你是哪一种 那每个人 每个人像每一朵 像一朵一朵的小花 那这个小花 此起彼落 这个繁华过那个春天之后呢 冬天就换别人登场 同样的 生命也是这样的概念 你繁华过遗迹之后呢 你繁华过你的时代 下一个时代 请换别人了 所以 他在讲的就是说 这个蓝起那个暗下 就是这种味道 所以总体来说叫繁华 但是 每一种不同的花 开在不同的季节 那有不同的喜欢他的人 有不同的喜欢他的人 那他扑鼻过 有的有香味 有的没有香味 不管怎么样 他总是曾经 即使是一朵小小的小橱菊 小野花 他也活过他自己 属于他自己小橱菊 小野花的一个生命 所以意思是 每一个人都很有用 然后这个世界是由繁华组成的 跟天上的繁星点点一样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但是会 要接受这个蓝起那个暗下 因为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人登场 你不要永远想说 我永远在台上 没有天底下 没有这种事